大家剛剛有注意到就是快速的左手波旋 他右手波旋的交錯 這個就是帕格尼尼的拿手好詩 他的曲名有很多 那我們就可以在剛剛的拉威爾跟 莎拉撒開他們想要就是模仿大師 所以他們有放進這個元素 小提琴的右手波旋就是很常見 但左手波旋然後可以這麼快 有練過的人都知道這個不是很容易 然後不知道大家剛剛有沒有注意到 因為剛剛那首慈喊已經是1924年的周年 就是已經是20世紀了 所以剛剛他有用到一個 靠著琴橋拉的技巧 那靠在琴橋上面他會發出的聲音 就是比較金屬的聲響 那這種技巧就是真的是在工業革命之後 我們才會聽到 因為這個時候已經開始有金屬啊 火車啊這一些現代人名的聲音 然後大家的生活張力也都越來越高 好的那接下來我要融重的介紹 維尼奧布斯基這位小提琴家 他是二級波蘭裔 為什麼要融重的介紹呢 因為他曾經任教育異校 就是我的學校比利時的普筛 皇家音樂院 然後他被視為是19世紀最具天才的小提琴宗師 他的演奏風格是屬於法比派 就是法和比利時小提琴學派 那這個學派影響了後來 俄國小提琴學派的誠實 維尼奧斯基秉持著小提琴家的傳統 和薩拉薩泰相同 他也是自己演奏自己創作的作品 那他所有的作品幾乎都是小提琴作品 像上一位拉威爾他就主要是鋼琴家 那薩拉薩泰跟維尼奧斯基他們是純小提琴家 那維尼奧斯基非常的受到俄國皇室的歡迎 跟俄國皇室有長達12年的合約 即使是他離開俄國到比利時任教之後 他仍然常常受邀回到俄國和世界各地演出 呃事實上他真的是一個很熱愛演出的人 偉大小提琴家姚耀欣曾經說 維尼奧斯基是他一生中碰過對小提琴最熱情的人 那他後來也是因為太繁重的演出奔波激勞成績 他是死在就是薰迴演出的府中 那對波蘭人來說呢 鋼琴的代表是肖邦 小提琴的代表就是維尼奧斯基 現在在波蘭有維尼奧斯基小提琴大賽 是非常重要的國際小提琴比賽 他每五年才舉辦一次 呃台灣小提琴家名評論曾經有 在這個比賽中得到第五名 非常的不容易 這首福士的幻想曲是以法國作曲家古諾的歌劇 福士的裡面幾個旋律為主題 然後再加上小提琴的詛咒寫成的狂想曲 呃因為在那個年代就是 古諾的這個作品非常的熱門 就是每年會演出好幾百場 所以維尼奧斯基就把它拿來就是 添加成自己的狂想曲 那曲風華麗技巧很困難 不過說到這邊我實在是不知道 維尼奧斯基有哪一首曲子是不難的 呃當初就是宜璇開這個曲目的時候 我自己看了是覺得很熱血沸騰 因為我覺得很真的很棒 然後也很喜歡 但是我覺得他真的很有誠意 因為如果是這個曲目 我應該會開成兩場吧 就實在是每一首都這麼困難 而且上半場一開場就這樣真的不是很容易 OK 恩 那哥德的福士德 就福士德本身 他是 就是 算是 德國傳說裡面的古代的人物 他的原型是德國的 念經術士跟占星學家 福士德 那福士德 這是德語文學裡面最重要的作品 甚至被認為影響力是僅次於聖經 而福士德是一個學士淵博的學者 然後他老了之後有一天就突然間覺得說 他的人生全部都在鑽研學問 他好像都沒有享樂到 那他越想就覺得 越來越憂鬱 覺得他整個人生都白活了 於是他越想心情越差 然後就準備自殺 結果這個時候魔鬼出現了 然後 你知道魔鬼總是這樣子嗎 就是在你很虛弱啊 意志不堅的時候 就會要出現去引誘你這樣 然後魔鬼就說 我可以實現你的願望 但是就是我要用 要不適得用他的靈魂來交換這樣 各位觀眾 你們願意把靈魂抵押給魔鬼嗎 那我們一起來欣賞這一首精彩的 不適得幻想曲吧